歐嚕嚕 反倒去繳一些錢 不要有勾結之心 想說這樣燙燙就不敢看 人在做天在看 我拜託大家 鄉親好朋友大家盡量不要做這種工作 這是半會燙的 首先非常謝謝 其實我們四合局長 一樣 跟我們都是一樣 都是關心我們提案的這些環境安全 所以從我上任來大概 大小廠大概陸陸續大概有失常 那因為其實有很多我們西州 因為海岸線很長 從水尾到水頭這裡很長 有很多很多 有一些不良分子都會來請到那個 廢棄物 所以我們在這邊要富裕 盡量不會有那種 想說有那種抓不到 不會被抓到 然後就不會被罰錢 其實現在我們很多志工都已經動起來了 所以你只要被抓到都要罰到五百萬以上 所以在這邊也期待我們所有的好朋友 你不要丟就不用撿 一起把我們這個提案能夠整理得更乾淨 也謝謝我們局長在我上任之後 他也配合了我們很多活動 尤其是我們大莊村的那個 附體有做個四滴的彩繪圖 還有在我們水尾也有一個稻田彩繪 所以我們都期待說結合四合局有很多資源 我們把西州做得更好更棒 那也期待大家不要亂丟落車 大家一起來努力 謝謝 就是說我們在我們的左水溪兩岸的一個流域 流域的沿線 那我們有在地的鄉親們都有組成了巡守隊 像譬如說在西州就有十幾隊的巡守隊 這些巡守隊都是在地的鄉親是大 他們每天利用早上、傍晚甚至中午都會來巡 那不要心存僥倖 因為這個現在我們的手機的功能非常強大 我們都有抓過 一抓到呢 我們不是用廢棄物的這個丟垃圾來罰 我們會用水利法來罰 水利法一罰起來像有毒廢棄物 一抓到經過確認 經過檢察官起訴 那最後是罰到五百萬 所以不要心存僥倖 那我們之前在我們的河川的沿線 我們都有抓過 所以請大家不要來污染到我們的環境 大家一起來為我們河川來守護